管他什么美债上线问题 管他什么联准会要不要继续再神习 几家科技大厂现在蒙着头 卯足全力在充斥AI的技术到哪里 所以看到像是微软 这礼拜的开发者大会 把AI做全面性的扩展 融入到作业系统里面 还有它的网页上头 然后Google也来 Google也丢出说 我有AI广告式的相关功能 两家每天丢出新的东西 互相在比来比去 连Tesla执行长马斯克也来咯 也加入战局 说AI大家可以 其实有第三种选择 这让我想到 它其实在更之前 比这个更早之前 它就在搞机器人 今年度的股东大会上面 它也推出了这个 重新再亮相 它有更新版的机器人 看起来是活动更自如 那我们就想到 顾问这不得了了吧 因为Tesla它本身 有很庞大的数据面了 如果现在AI技术加进来 然后贯注到这个机器人上头的话 那商机应该是无限大了 我们看到AI这个字眼 我们从2015年的时候 其实关键是搜寻就能收到了 是吧 对那到去年年底的时候 因为这个CHOP GPT 互动式的一个AI 生成式的文案 这些出来的时候 才又再被广泛的来提及 那最早的时候 AI是使用在整个医疗体系 这些就是算学习性的一个成长 但是它这个部分 我们要讲到一个东西 就是2020年520的时候 这个总统就职典礼的时候 他讲的六大产业里面 现在我们回顾来看 这六大产业其实都有涨上来 包括这个生技医疗 绿电再生能源 国防战略 还有就是资安 那资安这一次算是因为AI又捡到枪 为什么 因为我们讲AI这个服务的时候 它有硬体的软体的 还有就是系统整合 那这些其实就是原本 我们台湾资安厂商在做的 那这一段的一个上涨四大族群里面 来讲 我认为AI的跟这个资安 这个相关的族群 会长得比较远 那观光或者是军工 这个就是看他们个股的一个表现来讲 那整个资安来讲的话 我们系统整合 跟马斯克所讲的 它是有关系的 因为它是属于叫做工业制造端 因为特斯拉有很多超级工厂 上海 德国跟墨西哥 他们要做的就是说 在制造的过程当中 他能够透过资料库的学习 那不会像原本的这个机器人一样 这么样的一个笨拙 笨拙同时 他就错的就一错到底 对 那就变整条产线都错了 那整个车子都要召回了 那其实在整个AI机器人 它的发展上面 其实我们看他之前的一个 他就要一条线连着 那他的活动范围其实很短 那未来其实希望的是 这条线没了 那就是要资料的传输 他好像慢慢有做到 他好像是连可以东西可以感知 我看了一下影片 他好像是可以感知然后抓取 已经可以慢慢做到这件事 那他还有一个就是动作学习 在这个抓的过程当中 他要能够去分辨 然后分辨这个东西是我要抓的 还是只是老鼠之类的 就是说所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他需要庞大的资料库的搜寻 那庞大的资料库的搜寻的时候 就会扯到一个东西就是 这些资料库安不安全 那在国安的一个体系之下的时候 现在微软也说了 中国他在长期的都是在 通过网路攻击 然后来去窃取机密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 这个AI如果要发展的远的话 除了功能要强大 还有就是资讯安全 在网路传输的资讯安全 然后在未来整个 中美的对抗上面来讲 实质的对抗会产生 网路世界其实早就开打了 那网路世界开打的时候 台湾怎么办 对 要准备好 我们也有很多认知作战 一些东西都会出现 那我们也不知道说 这个新闻是真的假的 甚至以后 这个图片是真的还假的 真的 这礼拜那个美国什么五角大下 什么传出爆炸 后来发现是假的 是假的 看吧问题就出来了 资讯安全打假消息 现在有多么的重要 所以说这个AI市场的 规模增长其实可以分成 网路世界的 AI世界的 这个 这个 的一个市场的一个 包括资安的这个部分 还有另外就是实体制造的 像刚刚彦婷讲的 机器人 甚至家用机器人 家用机器人 说这以后真的会有 庸人之类的 我好想要 那是未来的 我看好心动 对因为现在他的动作很慢 可能你要等他动的时候 还不如自己做 但是未来会有更大的成长性 那这我们就要想到一件事情 2000年的时候 只要粘到网边的都涨翻天 那现在是不是粘到AI的又涨翻天 那他继续续长的条件 对所以续长的条件就一样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光光他后续的营收 有没有依注进来 现在好你粘到AI没有问题 粘到伺服器没有问题 比例多少 粘到先来一根 那之后呢 之后没有就就下来 所以我们在追逐AI概念 或者说追逐这个资安 或者相关伺服器概念的时候 都还是一个条件 他的比例有多少 他的毛利有多少 那他未来的发展 他能够抢占多少市场 他的主要的营运客户在哪里 所以我们看到像创意 就是因为他跟AI有关系 细致才有关系 他可以从五六百块 涨到一千多块上来 也是因为他有实质的一个成长 堆叠上来 那辉达大涨百分之二十几 然后诊断从110涨到200多块 也是因为他的一个云端服务 已经超越他原本的主要核心业务 是主要在长这个区块 所以我们AI整个来看的话 我认为到未来2025年 都还是有机会 所以AI现在分两块 一个就是软体的部分 一个是制造业制造端 那不管是软体或制造端 它的检视方式就是营收 没错 因为像我们很多的工业用电脑 或者工业用电脑族群 它其实就是专精在某一个制造端 那它其实也可以导入到 AI的一个资料库的一个搜寻 让它的一个产线更聪明 因为少子化嘛 高龄化嘛 那未来产线要生产 一定要走自动化 那这个部分一定要机器人工厂 我们听到一个重点 工业电脑也可以算是AI的一块 是 那这个部分 其实他们都有实质的营收上来 它只要一条产线改变的时候 帮企业节省多少的人力的成本 那它未来的发展就很可观了 所以我们不尽然就是 真的要等到一台机器人出现 只是只要能够帮助产业线 或是人类的一些工厂上面 可以更方便的话 其实工业电脑的需求面 就会慢慢增长 所以因为现在中国大陆 在发展这一块 为什么 因为他们青年不进工厂 宁愿当直播带货 但这个部分 它世界工厂它还是要缺工 如果我把整条产线改善了 然后整个人力需求 降了20% 它未来的营收成长起来的时候 它的利润是上来的 所以就你看来 我们也不一定要完全追资安 所谓的什么资讯软体 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工业电脑 比如说这种制造业端的前景性 也是可惜的 没错 因为我们不能把AI就像 就Charge GPT 就是我们在电脑前面互动 这样就结束了 没有 它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所以整理来说 这些都是要放长线来看 没错 报长线会比较 报长线 你的获利可能还蛮好的 OK 最精华的最后一句结论 重点给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笔记起来了 好 还有哪些产业题材消息 休息一下 继续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